我没有看出美国当代的思想家、政治家 给这个国家一个好的方子解决方案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我看到的是政治上内部的撕裂和纷争 我看到的是他们在外部的斗争、敌对、欺诈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方向、预案和解决的思路 何谓变局1945年到现在 很快他们主导这个世界80年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维持一个完整的世界秩序 甚至他自己可能会在某一天轰然倒下 如这个世界上有一天爆发核战争 可能那个引爆核战争的就是这个国家 所谓的巨变、所谓的风高浪急 所谓的惊涛骇浪 所谓的极限思维 我们在警觉的就是他 他不行了 政治上、经济上都出了问题 而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部分就是何谓变局 所谓的变局 我将它概括为八个字 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的就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当然说的不是具体的一个国家 而是说的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球 正在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任何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 都不会和平宁静 一定会起风浪的 甚至是惊涛骇浪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我国的政治家对此有着清醒 而冷静的认识 既然政治家有清醒和冷静的认识 我们还有必要讨论吗 其实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 因为这句话的提出 非止一日了 我们观察整个的思想界 学界 也看了境外的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和讨论 我觉得无论是对外部的认识 还是对内部的认识 有未到之处 有未进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 做一点我们的解说 这个解说尽可能的上升到哲学高度 尽可能有历史纵深 也尽可能的贴近当下现实 这里边我讲一下子当代史 今天可能介入的史实稍微多一点 但是没有历史 无法做归纳和总结 在1945年之后 地球上的主或者是当家人 就是美国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冷战 好像是两霸共存 美国和苏联共存 但我依旧认为 1945年战后的国际秩序 是由美国为主来制定的 苏联实际上是美国战后秩序中的 就是所谓的亚尔塔体系中的一个配件 我甚至在一个演讲场合说 我说美国的盟友只有一个 他叫苏联 其他所有的盟友都是小弟 是干活的 是打杂的 不是盟友 美国的盟友只有苏联 这件事情 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看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马歇尔 所以战后的冷战格局 就是出自罗斯福和马歇尔 是他们选择了斯大林 在这个问题上 丘吉尔后来写的传记里边 愤怒到极点 因为丘吉尔认为 他和大英帝国 不仅仅被冷落 甚至被消灭 是德国人没有消灭他们 他被罗斯福消灭了 对此怀着深深的记恨的 还有一个人叫蒋介石 他也认为 他被罗斯福 马歇尔和斯大林 给欺负了 在雅尔塔之前 曾经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然而 在真正决定战后秩序的时候 中国的处境 更像是个战败国 所以我们付出了 外蒙古 付出了大片的中国的领土 整个的这个结构 实际上是 美国自己主导建立的 战后的 以美国为主体的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它分成两段 一段呢 叫冷战时期 一段叫后冷战时期 后冷战时期 我愿意将92年到今天 界定为后冷战时期 在四五年到92年之间 这一段是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 美国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就是它的政治上 经济上 军事上 存在问题 尤其是围绕着中国进行的两场战争 一场朝鲜战争 一场越南战争 是不明智的 但并未伤及筋骨 并未伤及筋骨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人 丢了整整 二十四年 第一个八年是 克林顿 92年到 00年 第二个八年 是小布什 2000年到 2008年 第三个八年 是 奥巴马 2008到 2016年 为什么 我一直在批评 里根 里根 我这里边没有对 演员的歧视 我对任何职业都表示敬重 尤其对演员 对演艺圈的同志们 同学们表示尊敬 但这个里根 太不像话 虽然他现在在美国 拥有极高威望 但是这个里根 是战略白痴 这个演员 他根本不知道苏联 对美国的含义 所以在萨切尔夫人的怂恿下 他们制定了一个 毁灭苏联的计划 问题在于 当美国解体苏联的时候 美国未来的政治结构 和经济结构 应该如何走 其实里根是盲目的 他内心深处 苏联是对手 是敌人 而不是唯一盟友 所以他干倒苏联的时候 冒出两个大家伙 一个大家伙 就是德国 德国统一了 并且德国人 依旧是那么强悍 他们用马克 代替坦克 建立了德意志第四帝国 就是后边的欧元区 其实新崛起的欧元 远比苏联危险 尤其是当美国人意识到 德意志第四帝国 跟俄国将会联手的时候 以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袤的福地 加上欧洲先进的科技 那么欧元将必然形成对美元的冲击和替代 这是美国政治家在此之前没有好好想过的问题 第二个大家伙就是中国 很多人都是听西方经济学家 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 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 两个重要的高潮点 都与苏俄有关 第一个高潮点 是朝鲜战争之后 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助大型项目 那是我国的工业基础 我国由此而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苏联解体 今天我们的航天 航空 航海 几乎所有的重要军事装备 全部是源于苏联 因为西方国家不允许我们发展这些东西 也不提供这方面的东西 在这里边 我想说一个 我的观察 很多人对我党的这场革命 就是我党土地革命 不理解 其实土地革命是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思想解放 不要小看土改 它是思想解放 它对旧有的制度彻底粉碎 建立新的制度 第二个是组织再造 它再也不是旧有势力的衣服 也不是洋人的衣服 它有了主体性 这个组织再造非常之重要 由于他们拥有主体性 他们在治理国家上 可能比哈佛耶鲁剑桥 牛津回来的人要强很多 历史也证明国民党请回来的人 和我们泥腿子差很远 不是知识结构的问题 是立场和良知的问题 第三个部分是资产重组 土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重组 没有资产重组 没有工业化 所有的资产资源被集中之后 迅速完成工业化 所以中国的土改极为重要 是思想再造 组织再造 资产重组 改革开放是再一次 只不过它是将工有的部分 重新再给 相当再一次军填 另外 我们应对百年变局 要做的事情 还是关聋集团 要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新的方法 我一会儿谈论美国为什么陷入到这样的局面 无法自拔 我刚才讲到 里根犯了错误 就是将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经历了四五年之后的内政出现问题 但他没有心思 对美国进行深刻的市政改革 他主要是缺乏政治远见 缺乏完整的经济思想 他请的人也不对 所以他没有提供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 完整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 他们开始进入了玩的模式 特别是克林顿 92年是苏联正式解体之后 克林顿 小布什战后婴儿潮出身这一代人 他们真婴儿啊 他们真开心啊 在经济上没有做任何艰苦 卓杰的努力 税政改革有没有有一点 但是你知道 在里根和萨切尔时代 急剧地进行了私有化之后 实际上是将金融资本放纵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但他们对此无感无知 政治上就更离谱了 如我是92年的美国总统 政治上的选择 唯一的盟友是俄罗斯 是俄罗斯 不是欧洲 唯一的盟友是俄罗斯 在欧元建立之后 上世纪90年代 欧元建立之后 就应该与俄罗斯结盟 联合中国粉碎欧洲 这是美国政治必须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情 没有政治正确 这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 美国的这两任总统 克林顿 小布什 那么的热爱中东 在那还不停的打仗 克林顿也打 小布什也打 我们一会儿讲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和美国的医药复合体 和美国的华尔街 这些政治家 再不像他们的先辈 不像罗斯福 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理想 他们被绑架了 或者是他们不想被绑架 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本来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 美国应该与俄国跟普京结盟 都不是好朋友 结盟 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联合国是由360个国家组成 美国至少还有100年的阳寿啊 甚至可能有300年的好日子过 然而他选错了敌人 选错了朋友 我们国家也要高度警觉 他竟然将俄罗斯和中国定义为他的敌人 而且非常有意思 他们一直在蚕食 最应该是他盟友的俄罗斯 北约东扩 向前推进了1500公里 将大部分前苏联国家变成了 要么欧盟成员 要么北约成员 要么呢就是好朋友 荒唐的是 当你决定与俄罗斯为敌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和中国为敌了 奇葩的是 最近这两任总统 从特朗普到拜登 竟然同时与俄罗斯与中国为敌 中华民族 与斯拉夫民族 性格差异太大了 若非美国如此神经病的政治家 用那么高强度的压力 整合斯拉夫民族和中华民族 我们怎么可能 整合成 今天俄国与中国的 政治经济一体化呢 背靠背 准结盟 无上限 你知道当中国和俄国 背靠背 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时候 是15亿人口 接近3000万平方公里的浮地 美国的政治家脑子像进水了 中国在做什么 中国做出来了 中俄的经济共同体 我们政治上并不紧密 做出来中国中亚经济共同体 我们跟中亚经济一体化了 中国中东经济共同体 我们现在走得很好 很近 全部是长约 25年的约 中国东盟经济共同体 现在我们还有一块短板没补齐 就是中国东亚共同体 就是日韩 好吧 没有东亚这块共同体 我们前面的四个共同体 涵盖的人口 已经超过地球人口的一半 占据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能源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家很可笑 脱钩 你这是跟谁脱钩啊 你这是背弃世界 是你于世界脱钩 算一下子 这叫脱钩嘛 这叫自我光荣孤立 后来还好 欧洲人脑子比较冷静 他改了一个英文词 去风险 再问 怎么个去法 什么是风险 如果中国具有了军事威胁 去风险就是去武装化 去得了吗 今天的人民解放军 你是去他的空军 去他的海军 还是去他的核武装 去风险怎么去 肢解中国的经济吗 中国的经济总量 明义GDP 是美国的80% 实际GDP 我们的计算 应该是美国的150% 远远超过它 我们的制造业 几乎所有的类别 都占据全世界的一半 其实现在的美国政治家 对世界的理解 相当幼稚 内政不休 该进行坚定不移的税政改革 它不进行 你看看 前两天债务上限 这是给美国人个治病的机会 立法机构拥有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 它是匡限行政主权的吗 它要改行政主权的错误的吗 所以推进ICU病房 给它治病 结果呢 这个医生很坏 进去了以后 浮食完毒品 又出来活蹦乱跳了 解除上限 继续印钞 税政改革 又被割置 他们没有军田的想法 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想法 没有思想再造 组织再造 也不想资产重组 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三个利益集团 第一个 军工复合体 第二个 医药复合体 就是所谓的社保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 华尔街 第一个部分 8000亿军费 第二个是它的 一倍 大概是16000亿 华尔街 拥有了多少财富 每年资本利得多少 实际上是一个秘密 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但我们知道的是 从92年到现在 短短30年时间 美国已经彻底完成了 去工业化 几乎干净 完整地消灭了中产阶级 这个国家 虽然人均7万美元一个人 但它基本上 在中产阶级消灭之后 它面临着迅速的反贫 它会回到原始的状态 初始的状态 到今天此刻 我没有看出 美国当代的思想家 很快 他们主导这个世界 80年 自己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他已经没有能力 再维持一个完整的世界知识 甚至他自己可能会在某一天 轰然倒下 如这个世界上有一天 爆发核战争 可能那个引爆核战争的 就是这个国家 所谓的巨变 所谓的风高浪急 所谓的惊涛骇浪 所谓的极限思维 我们在警觉的就是它 它不行了 政治上经济上都出了问题 而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而它正在 不是一个人 整个国家 都在走极端 一个三百万人关进监狱 三千万人吸毒的国家 是个很恐怖的国家 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 先讲到这儿